中元節就快要到了 各宮廟陸續的舉辦普渡法會 除了要讓好兄弟吃飽飽之外 也要讓弱勢家戶受到關注 而其中花蓮市的北璇宮 已經連續14年將普渡物資捐贈給 全縣各公所社福平台 希望能幫助面臨困境的民眾 暫度難關 物資一代接著一代 在宮廟人員及公所同仁的協力下 接力搬運上車 這是花蓮市北璇宮連續第14年 進行普渡物資捐贈活動 雖然不是很多的東西 可是這是大家的愛心 尤其今年04、03及颱風風險 造成花蓮的災損 受災戶一些困苦的人更多 今年的參加監政的公平的信眾 也比去年又增加了100桌 正常去年是1191桌 今年是1290一桌 我們也把這個物資 呈現給各單位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現場那麼多的物資 我們就依序按照各單位來領起 來幫助更需要的人 其中有300份物資是給花蓮市公所 11號上午市長威家燕也特別到場 搬證感謝狀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北璇公 那我們公主張正琦公主 那已經連續14年的一個普渡 捐贈我們14年的一個物資 那在此要感謝我們所有北璇公 那也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善男婿女跟志工 那未來也希望說有任何的一個宮廟 或是公司航號在普渡的時候 如果要捐贈物資都可以跟我們的花蓮市公所 食物銀行這邊做一個聯繫 一大袋物資當中包括泡麵、沙拉油、米粉、蔬蠔油、餅乾、麥片以及白米等等 都是家庭常用的民生物資 張正琦希望發揮刨磚引玉的效果 讓更多人關注到弱勢族群的需求 攜手共渡、生活難關 記者 許麗晴 環電視報導